我在台中看到有一家小店 两个年轻人把它经营得很好 所以我吃了也很喜欢 我就告诉他 我们来合作好不好 我把你这个品牌带到台北 有一道叫纽奥两烤鸡 卖得也很好 那一天大概卖十几只现烤的烤鸡 可是我们大概经营了一年 不管是一年 不管怎么尝试就是做不起来 每个月都在亏钱 那到最后没有办法了 决定要把它结束营业 那那天我就开着车 往台中的路上 那沿途一直在想 还有没有什么方法 还有没有什么可能 那大概到了三亿 往下坡的路段 开的速度就比较快 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 就有一只很大只的这个白鹿石 从旁边飞过来就撞个阵兆 这一撞就把它撞死掉了 流了满滩的血 突然的我就听到一个声音 在我脑里面 它说 你撞死一只鸟这么难过 你们每天杀了几只鸡啊 所以我听到这个声音 我就很震惊 我就开始流了眼泪 有一个灵感 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们的主厨 告诉他 我说阿Q 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们先不要关 把它转做速食的餐厅 十分钟他就打给我 他说颜总 我们决定了 我们支持你 我们愿意把它转做速食 所以从那一刻 我自己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也开始有些改变